sta Welcome to my channel 你已经subscribe了这个channel不是 因为我家多了2个烧车充电位 我平時都駕開一些汽油車 我現在駕駛的是Porsche 我們都知道Porsche已經出了一輛電車 所以我就想帶大家一起去看看 究竟Porsche的電車和Porsche的汽油車有什麼分別 所以我們馬上帶大家去看看好嗎 所以Let's go 我最後都選了Porsche的Taycan 4S 它不單是品牌的原因 政府現在扣稅也有非常優惠 也便宜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非常吸引 所以今天帶大家體驗一下 究竟駕駕駛911的波子傳統汽車 和駕駛駛電動汽車有什麼分別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多好猜無忍 får一分別 我們一開始就要去看看 人身取口表示oris art 究竟充電到什麼位置 這輛車就去到 Charging Charging就去到74 即是可以走到261公里 另外這輛車我覺得很漂亮 就是按Comfort 按Comfort的Abin Lighting 它有五眼綠色 首先這裡有白色 有橙色 有紅色 車身的側面也有 還有這些位置也有 有藍色 有淺藍色 有綠色 再加上這個 就是這個 大到飛起的天窗 我先躺下 天空很漂亮 它會有七層的玻璃 它做到會防UV 所以我們也不會怕曬 另外不用說 就等我現在坐的座位 14W的座位 真的好像坐在跑車那裡 令到你有一個很舒適 很順的感覺 超棒 現在再說一說外面 首先開一開門 外面呢 這個呢 就是充電位 先開一開 充電位 是感應的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充電位 你充電的時候就按這個 按鈕 你要關閉的時候 就輕輕地觸摸一下 感應 就關閉了 車尾箱呢 其實都很寬敞的 所以如果我們走完街 買東西一定是夠 購物完 一定夠位置等東西的了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和按鈕 我覺得我比這架 Taycan 4S 如果評分 其實O of 10 是有10分的 因為無論它的外觀 它裡面的性能 還有它的容易開的感覺 我覺得非常之滿意 所以如果我要選擇電車的話 我一定會選擇這架 波子Taycan 另外如果要記住 如果喜歡的朋友 記得訂閱和分享 還有留言 最後呢 我會有Give away送給大家的 就會是一個 波子裡面的杯 或者是一個鎖匙扣的 所以你們記得訂閱和分享 下集見 拜拜